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双方的第一盘的较量 所以赵欣欣摆出了一个要强行进攻的姿态 针对对方反攻马红方横居 然后在双正马就是准备冲锋兵了 这个旗旅清老师应该说他最近一段没有怎么上一线战场 但是对这个旗里应该说还是掌握得比较好的 先不是步调也比较对 红方冲锋兵 然后黑方是缓中炮 以往这个地方就是红方多走 盘马比较多 这个时候赵欣欣走离炮花退一 炮花退一这个旗就一下子脱离了最常见的旗铺 黑方吕老师略到沉思他走巨八金四 双方这个步局走得特别快 这两个人赵欣欣也是非常喜功好杀的 吕老师也是酒精沙场 经验非常丰富 那么双方在步局阶段就大打出手 这个也是吸引了很多眼球 当然这个旗啊 黑方也可以走得稳一点 比如说走足三进一什么的 因为你要出居他还有再足三进一 就是壮足的这种可能 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手段 但黑方好像对这个呢也没有去过多的思考 他选择出大子出居 红方居九平八 接下来呢 林场给我们的感觉 我感觉黑方应该考虑抛尔军四 抛尔军四或者抛尔军六打局之类的 抛尔军四可能相对来讲呢 最为合理一些 但是没有想到吕老师走了一个居八平次 吕欣特大呢 今年已经57周岁了 也是锐气不减当年 下到这个局面还是这种喜功好杀 他就想过去以后直接来捉马 他反而是后手旗先动手了 对 跟红方呢就决一死战 但是这个旗走的整体上来看呢 还是略微有些的勉强 因为毕竟啊 在布局局段 你看唐南 他那么多个大子 只有这一个局连续的运动 这个呢就是容易呢 走偏 红方实在先马三进我 这是对的 因为这个七路网不能动 要保着抵视 对方吃着鞠的 他先躲开 然后红方左鞠近六 压住他 黑方这个布局阶段这个局由于这个长度跋涉 如果这个点将来不能够起到反击的作用的话 或者说很强有力的后续的话 那么这个棋就容易造成孤军深入 这个也可以说犯了一个兵法的大忌 但是呢 多亏呢 这个棋呢 是一个快棋 快棋呢 就是说你这种啊 很凶悍的走法呢 也会给对方呢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 尤其是黑方这个实战 跟实战相比就是他一直有这个足五级一的棋 就是对红方的这个盘和马反而 就是中路反而有一定的这个攻击的手段了 当时我感觉就是黑方这个驴老师下棋很锐利啊 这个直接就居点在这个这个复制线这点 对 就说的驴老师呢 这个有这种英雄气概啊 对 跟这个年轻的好手呢 敢决意高下 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他现在旗下的比较放松 对 黑方足三锦一 这时候冲了个足 对 然后红方居四锦四 赵欣欣呢 也是早在2007年呢 就夺得了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应该说在这个冠军当中呢 现在也是属于老资历了 他的棋风呢 也是非常易软 喜功耗杀 那现在红方呢 这个控制的局面就很好 黑方就不好动 对 当时我还以为黑方是可以从马亚进四跳上来 跳上来到红方也可以直接就马五进三了 好像在速度上红方更快一些 这马五进三 马三进二 这个直接就直奔卧槽 黑方选了一个足五级 对 这个也是给红方的出难题 是 就是说你到底怎么吃 你冰要吃的话 我就先得子 你要是狙吃呢 我将来上马 有打狙的手段 对 这招期呢 也可以说 这个吕老师这个心理战用的比较好 给这个赵欣欣呢 这个有一种啊 防范不足的这个想法 确实赵欣欣没有料到黑方会这么走 这个棋呢 事后冷静分析呢 应该说黑方这个棋呢 风险还是很大的 对 红方最冷静的走法是居次进一 就是不动 让你去自己走 黑方这个棋反而不好动 是啊 怕五进三 他就 红方就交换 打掉你打掉你以后 我还是这个占优啊 如果你不理的话 我在什么居次平期 这个棋就说的黑方的阵型呢 还是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他不好走圆满了 是 那么十两当中呢 红方就看到这个压马呢 是一个便宜 他就直接来压马了 主要黑方马正好跳不了中间 你跳我不就拱你吗 是 他走了一个马三对四 忍让了一个手 对 这里边啊 其实当时呢 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 我们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多拱 红方就只能打 黑方马七进五 当时我们看一打僵 他在泡二屏幕打过来 这个棋啊 如果你直接打就没棋了 他蹬掉你吃掉 他简单的一打 或者说他先捉一下再打 就合棋了 对 但是红方走到这呢 有一个绝好的手段 他有一个居四屏幕对居 对了居以后呢 红方这个位置好 正好泡打马也不行 他有个反击 我反打你马 是叫僵 有这么一招的棋 吕老师也是临场呢 仔细地盘算了一下 一看这个棋不行 所以他呢 感觉这么下 很危险 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忍让 他走了一个马三去四 这时候是个关键点了 对 红方呢 仍然现在呢 不好呢 中路一直解决不了 居四屏幕还是不敢吃足 还有个爬尔尖二打居 得子的棋 如果鼻骨鸡棋棋子呢 又显得呢 有一些的太早 还看不太清楚 当然这里边呢 红方还一个招呢 就是走马五进三 这是非常复杂的 这招棋呢 应该说是对黑方的威胁 也很大 但是双方呢 临场当中呢 赵欣欣呢 可能看这个棋 有点看不清楚 先子力少一个 但是这招棋呢 确实还是很凶的 是 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 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走居四级 也是比较稳大 这以后还是有 巨四平陆对居 或者巨四平三 这种思路 对 时代当中呢 就是红方呢 也是沙行大起 就把这个七路族呢 就成形吃掉了 感觉黑方也很有压力 因为下部 就马五进三 马三进二跳进来了 但是呢 看着黑方 这个局面很被动 如果你拐 肯定不行 拐它泡沫尖二 这红方子力就舒展了 将来还有泡沫平三 这些好多手段 黑方呢 这个走了一个好棋 一下把这个局面呢 就搅得很浑浊 是 李老师走了一个 炮五平三 就说的黑方呢 这个战术的意识呢 非常的敏锐 就本身就这个中炮 我还一直想着 中路该对峙呢 结果他很灵活的 就把中炮五拆开 第一个威胁 就是马斯进五 准备登双鞠 之后呢 他有炮三进四 这个大兵的这些手段 这招棋啊 也出乎我们 大多数人的意料 当然赵七七 也没有想到 是 这招棋一来啊 这个临场就显得 非常的紧张了 等于黑方还集结了 双鞠双炮 在红方的左翼 对 进行一些攻势 这个棋可能 红方要是想解的话 还是就得动四路鞠了 先把这四路鞠呢 躲害 可能居四进三 或者居四退三 对 居四进三 或者居四退三呢 比较柔和一点 对 相对来讲呢 回旋的余地比较大 就是先可能防止 他马斯进五 这个持双鞠的棋 假设居四进三吧 就如果你进中马 我可以去算平八 对 我在拉住女人 你这个地方 如果再打出的话呢 我将来呢 这个还可以炮五平三 这是比速度 这个棋 红棋也不见得差 因为你打一将 我是知识是先手 我是知识 我将来还有居三平八的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还是很难说 对 红方呢 应该是走居四进三 或者居四退三以后 还有马五进三啊 这也是一个办法 抽居的 欲守欲攻啊 对 但实在当中呢 这个赵欣欣呢 他也走得比较猛啊 他一看这个棋 反正你要攻我 我就让你攻吧 他就直接把这个中毒呢 吃掉 对 实际这个棋呢 也是一个 比较有问题的这个选择 这儿黑方呢 就先发这人了 对 他直接是炮三军四 当然他这种走法呢 对于我们广大的棋友来讲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难得呢 看到一场非常激烈的 这个对攻战 黑方炮三军四打出来了 这个打出来呢 赵欣欣的临场呢 后来他回来 在路上跟我说 他说感觉像这边一样 黑方有个炮三军四 这个这一打 对 不得了 又打马 还本身呢 这个吃鞠 还有吃这个马 这个骑红方就崩溃了 如果你回这个的话 对方有这么一个凶招 他知识 他直接打了倒不一定 打了可以打一张 黑方有个平鞠 这个太厉害了 他下步骑这个鞠二进八 然后打这个象 这个骑红方呢 肯定是杀不过 你先少一个大子 并且这个攻势还解不掉 黑方的速度更快一些 这个浸泡啊 比较厉害 赵欣欣呢 看到这一点了 所以他临场呢 强行的这个炮五平八 来堵住黑方的这个 或者说拦住对方这个炮 黑方还得先炮二平三 对 他炮二平三是好奇啊 顺势收炮 那么赵欣欣也管不着这么多了 他先吃马再说吧 黑方是先 向前进五补了一手 对 然后胡方 鞠必须要逃 鞠三退一 他是 他是这叫没吃马 他是先施了 他是先补一招棋 转换了这么一个四曲 四曲然后再吃掉 然后飞降 然后再聚三退一 走到这儿啊 我觉得吕欣老师 就是特别乐观 对 实际上他的时间呢 还比较多 他现在是双鞠双炮 都在红方的左翼 然后红方左翼 还是个空门阶段 这个棋呢 吕欣老师可能当时 没有仔细算 他可能觉得这个棋啊 我这个又一直这么快 就能形成这个杀势了 应该胜券在握了 就是说他有点大意 结果这个棋啊 弄得是局面导致扑朔迷离 对 这时候可以鞠齿炮 黑方其实最简单的 就要你妈一吃 这个棋红方就杀不过 对 红方只能去跳马去杀了 黑方在打 黑方 无论你跳哪 他炮弹队一推 正好炮退一位 黑方这个棋是形成攻守兼备 下部这个炮弹平一啊 你包手 你平均桌 他可以躲 还 你再这么拦 好像很凶 黑方顺势一跳 解杀 带打 对 他这部棋就太厉害了 将来你炮五平六 僵了呢 他还可以马上去刺电 是 他这个鞭炮一平了 现在变成有杀对无杀了 对 红方这个棋呢 就是轻盒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这么走的话 可能这个棋啊就 后边红方就没有什么 太多的反击了 所以就 但是临场当中呢 黑方呢也是走得妙 他呢 感觉先把这个马打了以后啊 能够确保这个胜利 结果是 结外生枝 怎么结外生枝了呢 我们大家看啊 他马鞭进五 黑方肯定不肯去平鞭吃了 平鞭吃了 炮八 进五封路了 这个棋又说不清了 对 他就直接用鞭吃 那么红方这个马被捉呢 他也没有办法 必须得前进 红方呢是 没有办法去进行防守 对 黑方接下来鞭二击一 这是叫沙 红方也只有炮五平六 对 炮五平六就是一个关子 对 因为落势的话 对方炮打底相 就是连江沙了 黑方鞭 如果吃他退炮 他是先打掉 对 他是先 这个打掉呢 就是看着也很厉害了 这个要打湿 抽将 所以这个棋 红方就没有办法 就马三击二 只能去寻求这个对攻 你现在如果直接打江呢 红方倒不是很怕 他可能可以 炮路退二回来 退炮以后 黑方反而麻烦了 黑方那个卧槽马不好手 所以吕老师呢 现在黑方得解一手 就是满怀细心呢 他走入十五金六 对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到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这个 节骨眼上 那么红方面对黑方的这个攻势 到底怎么去解杀呢 那么之后呢 双方演出了一个 非常玄妙的这个变化 对 那么有关后半局的这个战事呢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介绍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 我们来欣赏赵欣欣与 李清老师两位的对攻战 这一次呢 在西宁啊 也是青森高原啊 世界屋脊上 这个下棋啊 对 西宁是两千多米 大家呢 可能或多或少呢 还是有一点高原的感觉 第一次在这个高原的 这地方下棋啊 可能尤其是快棋赛 不知道这个效果是怎么样 应该说 看来王天一是非常适应 没走什么漏招啊 对 而且走的还是比较轻松 其他的选手 有没有高原反映 就不得而知了 对 反正这个棋呢 当然也本身是快棋 难免呢 是出现一些失误 嗯 那么这一次呢 青海卫视呢 对本次比赛呢 也进行了 全场的这个八盘棋的 啊 录播啊 应该说 内容呢 也非常的精彩啊 我和唐丹呢 还有这个当地的 这个常老师主持人 我们一起呢 来主持了这个 现场比赛的 这种节目 应该说 青海 西宁呢 也是首次呢 举办这么高 规格的这个比赛 嗯 那么大家呢 应该说性质也很高啊 呃 红方可能还得救平四 对 因为这个打势还很厉害 红方就只能强行对局 对 抓紧这个 对于你 你不能打势打局 打局在马尔金斯 挂杀啊 就是要吃掉以后 再打个势 嗯 黑方呢 还是多事项呢 还是略忧一些 是 但说能不能赢呢 也不好讲 因为他那个马在后边啊 嗯 就是说 如果冷静的走法呢 就无法演绎出啊 这个惊天动地的 这个队攻来了啊 那么黑方正是由于失察 他走十六进五 对 他觉得这个旗呢 挺安全 嗯 但实际上呢 这个旗是 危机四伏 如果他当时要补这个事的话呢 也不好 红方有一个局部平四啊 他有G3-1这个杀猫 下部旗呢 还有这个G4-3 往里点杀 这个旗也很复杂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总之呢 这个事呢 也有这个事的弱点 黑方呢 补完这个事以后呢 接下来红方呢 这个就动手了 有一个弃军妙杀的旗啊 红方的这个旗呢 突然发现了这么一路杀招啊 这个旅行老师啊 这个现场啊 这个表情也是 对这个杀招呢 有些惊讶啊 因为他不是连杀啊 对 他只能 等于黑方呢 这个把红方啊 逼得太紧了 结果红方呢 突出了妙手 当时我们觉得这有僵 结果这个僵啊 僵他就强行马4-6 对 僵了以后 你反而对方炮三平六一僵 就把事打回去了 把马打回去了 所以红方不僵 直接举骨进三 现在有一个炮六平四跟马4-2 有一个双杀 黑方炮三平六 当然黑方除了炮三平六啊 还有一个炮三退三 实际上旧旗人论 黑方应该是退炮 退炮 他也可能得炮六推二了 对 他要事务推六的话 他有个G4平五将 对 他也是把你细住了啊 对 就是说他得炮六推二 黑方再马4进五 这个残局啊 也非常的难下啊 我们大致给大家摆一下 还得这么走 杀两将 再点将 在巨蛋圈叫 这个旗呢 就简单给大家摆在这吧 因为这个变化太复杂了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还是红方机会要多 对 你只能君子平六了 然后他就冰五金一出 这个旗下下去呢 黑方由于老将旁边没有卫士了 就说四处透风 红方呢 这个机会多 当然这个里边也是高难度的残局 对 但是红方这个相对更容易走一些吧 他冲中兵 一直从中路攻击 还是红方优势一些啊 但是当场呢 这个旅行老师啊 也没有这个这么细腻的防御了啊 他这个因为当时时间呢 吹得也很紧 对 他就直接就泡三平六 就拿起来就走吧 就把对方式就打掉了 那么赵欣欣啊 刚才这个旗呢 他感觉是危机四伏 这个心情有很大的起伏 因为开始中局 他就感觉这个旗 就自己快下不动了 走到这以后呢 他感觉这个旗就赢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有高原反应上来了 这个就突然这个思路有点断 其实走到这儿啊 红方最简单的一退底炮啊 就可以锁定证据 因为这个是杀 对 还是得马斯基努跳上来 对 红方一僵 然后这是连杀 对 还得进 然后杀那两 像一僵以后 对 先吃两僵以后 或者说就杀一僵吧 就因为这个僵无所谓了 他在就舔掉 这也可以 对 当然再僵也是可以 像五平四 就现在等于说 这儿鞠腕炮对双鞠 由于红方呢 有势有向 对 红方这个旗的占优 配方是来不及 比如军二推一 他就僵再退局 都是杀旗 这个旗就是红方的这个 明显的速度要快 这个旗红方的优势 也比较大 对 但是炮鲁特尔这个旗 也没走出来 这个就是双方的 尤其是快旗 可能是真的是 想走炮六平四 这个双杀 有一个杀旗 哎呀 时间也很紧了 一退市 他感觉炮又僵 然后马又僵 对 这感觉就要赢了 当时我也以为 红方就是已经赢了 这个旗 结果黑方 橘四平五僵 橘四平这个僵很老练 你不能团 最简单的一僵 就把马吃了 当然他可以把事都白吃了 使得只能炮六平五 这样炮牵死了 现在就是马斯坚这个杀 黑方正好是 马斯坚五 在马斯坚五解杀 对 红方只能马斯坚 只能这样子一个交换 杀 然后吃掉 尽将 红方把相吃掉 吃两将 他也没会儿颠炮 颠炮马上就在 他再下降 这个旗 我后来回来仔细一看 这是一个军事 走到这 是 红方这个旗 就不能乱走了 他只能走聚三对一 聚三对一 这个旗恰好不是杀 什么也不是 就是等待下部旗去做旗 但还是得炮六平四 炮六平四 他这个旗就是 将两军 然后红方再上帅 这个旗不能吃爆 吃爆就出了 上帅 这个旗不能动 下部旗准备来捉死鞠 捉鞠 当时我们是看了这个旗 如果你江 如果你这么打向的话 这个旗不行 红方一出帅是杀旗 有巨六平五 巨六平五 这个江两军也快成杀了 但是他巨六平五 首先是一个直接的杀手 这个旗对攻之下 黑方是守不住的 这个象旗 也确实这些杀旗也是非常精妙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谁也看不准 我们这个企业是后来回来 仔细看 研究呢 才发现这些变化 就说临场当中啊 赵新一看这个双方杀的兴起 他走不了这么冷静 当时您还说这个 要居三推二什么的 对居三推二 道理其实也差不多 对就一定要把居 对杀中把居走高位 正所谓这个居怕低头降怕高 是 临场呢 红方就没有这么冷静 当然黑方也可以走上降 这个旗为什么黑方必须要上降呢 我们刚才说啊 一走这个啊 他一走这个 然后 一上降 一上降 黑方这么走反而不行 黑方是唯利啊 一将一下底居 这是带将打我的象 当然还吃我炮 这个吃炮我们先忽略不计了 他就打象 这本身就不行 反而是伪自 所以这个旗呢 走到这儿呢 黑方还麻烦 所以说黑方最把牢的走法 就是 还是得上 一退居我就上降 然后再一将再下降 就可能下河了 我这个队宫中的一个一盘河棋 但是临场啊 两个人都不可能走得那么精彩 对他过来又想这个马尔推寺这种杀棋 第一个是退居 退居桌 桌死居 这位马尔推寺居六平我还是叫 对 黑方这个棋呢 也没法守了 他只能这个炮六平寺打市 对 那这炮六平寺呢 也走得很干脆 对 那红方这个棋也没办法 因为他上降就不一样了 他点已经他打掉了 然后带江持炮 你现在出将不是杀了 对 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图是居在这儿了 有居六平五有个杀棋 对 居六平五是接率力杀 你这儿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你现在吃了以后 你去马挂一将出将 你在战中区 他平均可以守住 他将来居剁了你的马 人家胜居炮 你胜居兵了 那你肯定杀不过 是 所以说这个居的位置 差一格 很重要 这个差别就很大 那红方就只能去吃掉 这只能一个交换 然后 9204 现在变成了有居对无居的一个 一个棋局 对 但是这个位置呢 还非常奇特 对 还是有一些变数 黑方幸亏有一个三路族 没有三路族就输了 对了去以后 赵欣欣和吕欣呢 后来再跟我们一起聊这个棋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感觉这个棋 跟我们观点倒是一致 黑方是绝对优势 对 但是红方呢 还是有一些反击手段 那么双方现在主要是时间都特别近 因为经过中局的这个复杂系列队估 双方这个时间呀 也是耗损的很多 基本都是独秒阶段 对 都是剩几秒钟 那么黑方也不管了 就是只能先下独 这也好奇 红方也不管了 双方队估 对 然后黑方再平足 足三平四 红方又再去中兵 那么这棋就看着两个兵 看着速度快 对 实际上 吕金老师啊 这个时候就走得有点犹豫了 其实他应该直接下足 等你红方再中兵 他这会出过架 对 这样再出 他就锁定胜局了 这样是捉着中兵呢 你中兵你躲开 他可以鞠五平六呢 把你这个马路断住 下不齐看着足四季 一冲下来 这局足比马炮兵要快 他主要鞠的威力大 他要攻守兼备 他守的这个线路多 这个棋呢 黑方就可以基本上锁定胜局了 但是临场当中呢 黑方呢 可能也没有看清楚 因为没有时间吧 对 看着这个中兵太近了 对 他没下足 他直接就 他先把蓝将躲开 他想吃中兵 然后红方呢 就这么给他来了一枪 现在锁五平四的话 可以上将 还是对你有个牵制 对 然后他又 他进来 实际上这个棋 他应该平出 等于还是捉着中兵走 这个棋呢 当然说非常的复杂 你如果锁五平六的话呢 他可以再去进江 这个棋呢 这个相对而言呢 还是黑方优势 当然变化太复杂了 我们就不给大家呢 由于时间关系呢 就不给大家细摆了 总之他一将 他进来了 他进来 红方呢 也没有去求和 他就直接变招了 一将 这时候可能 降五平六安全一点 应该降五平六 降五平六这个变化呢 也非常的复杂 是 降五平六 然后他直接下中兵 黑方还要上个老将 虎方炮了一瓶子 将他锁五平六手动 这个其实也是黑方呢 比较优势 但是这个变化非常复杂 是 包括他弃子 然后他马上退三 再逼五金 黑方再锯六平八 对 这下成一个牌局 这个残局啊 有点像这个江湖牌局了 这个由于变化 非常的精妙 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 专门给大家讲了 大家就大概 感兴趣的呢 可以拆一下 总之呢 黑方多子还是机会多 如果走得精确 黑方还是要赢 对 然后看一下 这时候江的时候 上将 上将 他退马江 退马江 然后 降五平六 然后他冰五平四 他又下降 他是走了一个 降五平六 然后他江里军 他下降 一样的 然后洪皇一进帅 进帅 这个地方啊 这个棋 还就真麻烦了啊 对 这个 这个地方 黑方好像应该走 居度平四 这个棋 最完全应该走 居度平四 拉住这个炮 就包括这个地方吧 他也应该拉住这个炮 对 他实际上 抓这个的时候呢 洪皇一进帅啊 这个棋 黑方到危险了 有点见相立了 差点下足 这儿洪皇呢 在绝处 逢生的地方呢 出了一个妙手 这马六金八一招棋呢 是锁定胜利 黑方如果直接平足呢 来不及 洪皇正好有一个下底炮 这个很精妙啊 对 下不一炮了平八 就是绝杀 无论你金将 与否 金将还是平炮 对 它是连净杀 底线一勾 然后冰就够上了 对 你退居吃 他还是一将 把你狱吃掉 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没办法平兵 他只能狱将 来解这个杀棋 黑方呢 反正也没有办法 他可能还得 G5平六再走回来 G5平六 他也不行了 G5平六 他是不是有线炮 线炮在评足 对 他等于G5平六 你要是平居的话 我再将再回来 这个其实 还是一个旗规 对 就是这个旗规就 就搞不出 但是我平居 也是不敢吃你足的 他最后下足 洪皇一将 对 然后他一垫居 这时候洪皇 洪皇如果进三步 或退一步 就都赢了 都是赢 黑方没得走了 就看着这个三路兵 就不敢吃马 实战当中呢 洪方呢 这忙里出错 他进到这儿也好 他感觉走了 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进到这儿呢 他将来能回马 也是赢 他走到这儿 这个旗反而呢 对方有一个足足平武 黑方呢 解杀还杀 把这个马呢 就捉死了 对 这儿黑方最终呢 取得了这个胜利 应该说这盘旗啊 杀的也是惊计动魄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呢 讲后边招 主要是这个马丢了 最后呢 是吕金老师呢 幸运的胜众 那好 今天的这个 有关这个西宁 这个电视会计赛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观众们再见